我們就準備下一場 下一場呢 我們講一點比較實際的安全問題 這個是在DELIS裡面一定會碰到的一個東西 在MASO裡面 尤其是在企業版上面 我們不斷加強安全上面的功能和技術 我們最新的做法是 我們去遵循了美國國安部的一套安全標準 我們把這套安全標準實施在MASO的版本上面 接下來請我們的手機工程師 Ivan馬 馬祖成為各位介紹 這是現場的 為各位介紹這個MASO的安全最佳的實踐 尤其是follow美國國安部的STIG的標準的一個最佳安全實踐 這是online的 他現在在國外 不過他是直接現場搬運進來的 所以這不是事先預錄的 所以如果你需要跟他問問題互動的好想 你就可以在現場直接跟他聊 OK 那我就把時間交還給Ivan馬 Ivan馬 麻煩你了 謝謝 好 聽到嗎 聽到可以嗎 好 大家好 很抱歉 沒人出席今天CostCup在台灣 今天就像Ivan Du說了 我是有一個題目 關於一個標準 就是安全一個實戰來保固MySQL的數字庫 那裡頭其實這個STIG 這個就是Security Technical Implementation Guide 就是一個警難 是誰來做呢 是美國國防跟我們MySQL團隊一起做出來 那我們來看一看今天的一個題目 那什麼是一個STIG 等一下就大概做一個分享 那跟STIG他是使用MySQL的一個版本 那MySQL裡頭也有其他的一般一些安全的一些部署的方法 也會提到 然後我會演示一下STIG的一種工具 來使用部署我們的一個安全實戰 那當然也會有一些安全關於我們有一個版本 企業版裡頭呢 會有更多一些安全的一些安控的功能 那什麼是一個STIG呢 剛才提過呢 就是一個實戰 人家在美國國防 DISA他們所做的 為了他們國防 特別是一些他們的一些部門 美國一些部門 特別要連到他的網絡裡頭 當然要特別安全 那所以說聯邦政府對他們的一些數據保護呢 要使用一種標準 來測試 來做一個Hardling 那今天我們來看一看 這一種擠欄是怎麼樣可以使用 不單單是他們美國他們自己用 那其實呢 我們也可以下載他們這個工具還有文件 那自己使用的 那誰是真的要用這個標準呢 就是剛才提過 美國政府一些部門 他們要把他的應用數據呢 要連到他的一個國防網絡裡頭呢 當然要必須採用這一種標準 那除了他們美國政府機構呢 其實其他的一些不是政府的機構 先用的也會他自願的去使用這個擠欄的 所以呢 說我們可以下載 就是在台灣 那在香港在大陸呢 其實都可以下載他們的一些工具 那裡頭 我們今天也會提到的就是 企業版本裡頭一些安全功能 因為呢 裡頭有一些功能是必須 去做一些保護 比如說審計 比如說一些加密 TTE 那裡頭呢 在企業版裡頭就是在版面裡頭 你可以看得到 有很多關於安全功能下面的一些提供 那TTE就是等於一些數據寫到盤裡頭 就是沒電沒啟動 那盤裡頭的數據應該都要加密 不要給人家可以看得到的 那密碼保存呢 在哪裡 在MySQL裡頭一般都是一個表 User MySQL的一個庫裡頭的一個User表 那對Authentication 印證了一個Password的一種方法呢 企業版裡頭也可以把密碼放在外面 比如說LDAP 那所以說我們改密碼的時候 認證的時候都會通過LDAP 還是微軟的Microsoft AD 也可以通過一些PAM 就是呢 操作系統底下的一個連接 那如果呢 一個PAM的操作系統底下 是使用一些指紋的一些認證呢 也是可以的 那所以呢 通過不同的方法來把密碼放在外面 然後提供一個第三方法的一種方法 那也會有一個 所說的MySQL Enterprise Encryption 那這個呢 就是代表呢 我們寫代碼的時候 可以自己寫一些加密的方法 有時候呢 不等到我們要從Java裡頭加密啊解密啊 那這個呢 有時候呢 可以跟數據綁在一起來使用 那所以呢 這個Enterprise Encryption呢 就是提供一個 一個站 我們一個所說的Function List可以去使用 那還有一個Data Masking 來屏蔽一些數據 這個也會提到 防火牆也是一個蠻重要的一種方法 來避免人家去攻擊我們的數據庫來 有一些什麼漏洞的時候呢 又很麻煩 我們的數據呢 就會給人家偷出去了 那審計當然是一個很關鍵的一個特別 對於政府部門 銀行業啊 我們都特別會關心在這個Altis上面 那至於呢 一些監控的方面 MySQL企業板裡頭也會有一個MEM MySQL Enterprise Monitor 這種功能呢 都可以圖表 用圖表來看數據庫了 那另外呢 數據是在我們數據庫裡頭 但是也會做備份 備份出來也是一些文件 這些文件呢 我們也有必須呢 去做一個保護 就是要加密 如果人拉了出來 數據在我們的盤裡頭 已經拖了出來呢 這個也是有機會 人家會看得出來看得到的 那還有一些我們說 Fractful生存池呢 就等於我們不想人家去 用太大量的一個兵發連線 把你的一個機器呢 拖掉 那拖掉之後 它就可以採用一些 所說的DOD的一種攻擊 那所以呢 給予我們一個比較好的一種保護 好 那在這個STIG下面 我們其實它是有什麼 它是用到我們的企業版首先 那但是 裡頭有很多很基板的 那裡頭呢 在STIG這個工具 如果我們下載MySQL的這個文件之後呢 就是有101條的實施的一些方法 這種呢 有些是關於剛才提過的一些審計啊 加密啊 連線啊 防火場啊 備份等等 那很多時候在裡頭呢 因為一個政府部門呢 他們都會使用到我們的11版本 那 看一看 從哪裡我們可以下載這些文件跟STIG的工具 那 在 這邊我們可以查看啊 查看到 就是呢 在這個網站裡頭 啊 我們有可能是關心在這個Linex 操作系統底下 也會有可能是一些 啊 啊 嗯 啊 那Kubernetes上面 有没有一些 就是所说的一个Docker 这样的 都会在STIG线面可以查得到 所以呢 在里头如果呢 我们下载 你可以看到 MySQL的这个文件 我们如果按了之后呢 就是下载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是一个C file来的 C file之后呢 我们要怎么样使用呢 其实就是一个Viewer 就是一个工具 从这个工具下载之后 然后呢 就是打开 打开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跑起来 有这个一个版面 那刚刚就是下载之后呢 我们可以通过 input这个刚才MySQL的文件 这个C file 这个呢 我之前是有一个 Apache的一种 我已经安装了 安装之后 它就会看多一条 Tomcat还是怎么样 那如果呢 是其他 我们就可以随便下载之后 就把它安装起来了 那我们来看一个 那比如说 我们去看一看 有没有一个Oracle的数据库啊 比如说这个 这个还是12C的一种 那我们就下载之后呢 过一阵子 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其实已经下载到里头 那我可以从这边 有一个Oracle的一个库 那就把它打开 那 有一个Oracle 这个 如果是有这个之后呢 我把它拖了出来 先拖回去 先拖回去 所以我可以从这边 没法置 可以 就是在里头 然后呢 我可以从这边 把Import 然后就回头看这个 DOO的一个版面 有一个Oracle的一个 我看有可能是这个 那Oracle的一个12G 那 安装了之后呢 我就会多了一条 那你可以看到 是吗 刚刚是有一个报错吧 再来看多一次 我没注意 是 它是 告诉我什么 这个是 对不起 这个是另外一次MyS 我放在哪里 我看看 我放到 CSC 再来 哦 我抓错 是 是 对 对 那可以看到 下载之后 我们就有另外一个了 那今天去看一下 就是MySQL的 这边有两个 刚刚做了 再进来 那在里头 我们是怎么样使用呢 刚刚提过 里头呢 我们安装了之后 这个就是有一个工具 有一个MySQL的文件 加起来 你可以看到 我选了之后呢 有101条 我们使用的一个指南 哪里头 哪里头 有每一个都会写什么 在里头呢 它有一些呢 就是主要 它用来 就是 这个规则呢 是什么来 第一 第二呢就是 怎样去查看 你有没有 你有没有使用 然后呢 就是 没有使用 要实现呢 我们要从 用什么方法 把它安装 对吧 所以呢 在里头 有第一个就是 你 用来做什么 对吧 那里头 这个 第一个呢 先来看第一个 第一个呢 在 前面这个 category 第一类 第一类呢 就是比较 重要的 要关心的 有些呢 就是 第二类的 第二类的一种 第二类呢 你会看到 那 看一看 第一个 第一个 它去使用的时候呢 是什么来 第一个就是 说 我们MySQL 怎样去使用一个 连线的方法 密码认证的方法 它是通过 你可以看到 它使用的方法是 LW的 还有呢 就是PM的认证 这种呢 认证呢 也会 看出来有些 是Windows 因为 不一定是 Linux的 超级系统 也有可能 每一个部门 有些不同的 一些超级系统 所以呢 它们的一个做法 就是把密码 放在外面 LW的一种呢 PM的 还是Windows 每一个平台 不一定一样 所以呢 使用的方法 它会写在这边 如果呢 是一个 LW的方法 那 所说的一些 安装的一些 参数呢 关于 它的LW的服务器在哪里 它们的一些 所说的 WCN是怎么样 那对每一个部门 它们有制止的方法 所以呢 但是 密码 它是主张 是放在外面 LDEP的还是外面吧 有可能是LDEP 有可能是PM 有可能是微软的 一个AD的 所以呢 所以呢 这边就是 查看的一种方法 也会看到 它的一些 利用到Windows Windows的 AD的一种呢 那用户名 是怎么样查看 它也写的比较清楚的 那如果真的 我们从头来 开头的时候要安装 那就要 所说的 install哪一个插件 那插件安装了之后呢 也不单单是 安装之后呢 写一些参数 也要很重要的一部分呢 就是要把 19 一些参数 在一些文件里头的 My.CNF 还是使用 因为现在18年 也会使用到 一个set process 的一种方法 那之后 真的一个 已经可以连到 后台的LDEP之后呢 我们可以创建 一个用户 它的一个 所说 连到后台的时候 使用的 它的UID 是什么 它的UID 就等于 在My.S的用户名 外面的用户名 又是怎么样 我们有好像 一个代理的 一种方法 那所以呢 在这边 就是等于 BESI 就是一个 BESI LDEP的用户名 在它的BASE BASE EN的一种方法 去查看 所以呢 对于这边的一个看法 就是可以很好 很方便去使用 这个是第一条 那我今天不是 把所有的一种 101条来看 那看看 有没有其他 比较重要的 比如说 審计 我查看 審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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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 101条里头 60 都有讲过 LDEP的一种方法 去使用 所以在第一条的LDEP 它对Category来说 还是第二类的 那在里头 它也 也说了 一定要做 Audit 一定要做 那Audit里头 要查看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它查看 有没有安装到 插件第一步 然后 你会看到 不单单是 安装插件 也要看到 到这个安全部分 要加密 Audit Lock Encryption 也要做一个 安全的一个 导案的方法 那 也会看到 如果呢 使用到Audit 也有 也有这个 encryption之后 它生产出来的文件 不是Audit.log 它是有一个 extension 就是ENC的一种file 那它也会 滚动的一些时间 那所以呢 你会看到 它有 1234 跟一些时间的 一种方法 来排 那后面呢 你会看到 它查看的方法 写的方法 那如果自己安装 它也在写的清楚了 就是呢 要Install Plugin 之后呢 你 我们会很多时候呢 要比较关心 就是人家 不可以动态 把它拉走 拉走之后 这等于它没有神迹 所以呢 我们要注意 那一般Audit.log 也会有一个参数 叫Falls Falls Falls Permanent 就等于人家 不可以随便打命令 去从动态去把它拉走 把它uninstall 那所以就是这种 那这个呢 还有除了一个Audit之外呢 我们查看一些 所以 TDE TDE 很多时候会说 Data at REST 那我先把它 拿走 Data at REST 那看一看 Data at REST 也会看到有细条 会讲到 怎样去做这种方法 那你会看到 我们的一个保护的方法 就是要使用到一些Audit.log 不单单是Audit 保护数据呢 有时候我们除了我们的数据表 还有其他过路的一些 一种数据呢 都要加密的 Block 也是过路的吧 也有一种就是 We Do Lock Undo Lock 也是一直过路的一些数据 他是也会写到盘里头的 那如果我们没有保护这种的一些数据呢 有可能漏掉 人家拿到一个盘 然后查看也会看到数据 所以说我们在MySQL里头呢 都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那后面呢 你会看到有一些所说的表空间 只要我们写 在某一个表空间里头 他都会自动加密 不但我们不用特别去说 说明的 他会自动的 也会对一些系统表 也可以做一些加密 那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MySQL的加密部分呢 特别在这个Advice的一种呢 是可以利用到这种方法 那 最后面呢 你会看到 那 我们 想记 一些安装的部分 那 create table的时候 一般就可以使用到 encryption等于 yes 的一种方法 这个表 就是等于 写一些数据的时候 很透明的时候呢 写到盆里头呢 就是 加密 握路的数据也会加密 所以这个比较简单 那 还有 有没有 比如说其他刚才提过一些 发窝啊 防火场啊 这种呢 看一看 那这个呢 发窝 它也有一条要安装 它只是 cap2的一种 那 在这边 这边 你会看到 它的一种方法 可以利用到 发窝呢 去使用 那就是呢 这种发窝呢 就是 我们可以 通过 一个 特定的 某一个 数据 用户 那 我们数据库的用户呢 连到上 过来的时候 我们的 有一些应用啊 连到 myapp 第一个 app app2 呢 这种的user呢 他连到过来呢 就是一些规则 我们可以 是这些 白名单 这些白名单 就等于 他只会使用 12345条 我们已经登记好 什么他会使用的 sql语句 那 sql语句 他 是不是所有的一些 呃 命令 sql语句的命令 都写下来 其实 他不会登记 他实际上的一些数字的 为什么 我们每一次做一个insert的时候 我们都会insert一些 新的数 那 如果我把所有的数字都写在我们的一个白名单里头 那这个呢 就 不现实吧 那所以呢 他只是一个pattern 他在一个白名单里头 所登记的 只是 就是 他一些呃 命令呢 没有把所有的一个真实的一些 真实的一些 数呢 把它拉走 只是一些命令 就放在里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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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拉什么列啊 这个都会 select的时候 他的列 你拉什么列出来 他也会登记在里头 那这个呢 就是等于一个 所说的一个pattern 啊 登记好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做一些保护 那登记呢 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方法 可以通过一些所说的录音 recording的方法 把我们的规则呢 就 登记在白名单 就是在 我们在 啊 实施的前段 前一阵子 啊 就QA也好 我们的 啊 头 一个两个礼拜 打开一个录音 录音之后呢 他有可能就把所有 要使用过的一些 思考语句的命令呢 都登记 那这样子 就好给我们很方便去看 查看 我们其实 一个用户呢 会使用到什么一些命令 思考命令 那之后 打开保护的时候 只会 刚刚 啊 一两个礼拜 啊 使用过的一些啊 思考语句才可以使用 如果没有使用过呢 都是有人去攻击你的 那这个呢 就是可以挡住 不给他过 所以呢 马斯克法国就可以 提到这种的一种方法了 啊 啊 可以保护我们一个 sicle injection的一些攻击 那 有没有一些手术的 masking 呢 你可以看到 他也可以做一个 mask的一种方法 那这种方法呢 你会看到啊 auditlocked mask 啊 在lock里头 也可以做一些masking 啊 因为有一些啊 数据数据呢 你不想在auditlock里头 看得到 那这个也是我们所说的啊 啊 方法啊 有没有看到 那 好 那做了这一种 这种我们看 查看到啊 啊 就是101条 那对于我们真的是 试的时候有什么方法呢 可以利用到checklist checklist呢 就是可以create一个空白的 那create一个空白是什么 好像一根白白子一样 这就是我们做过101条的12345条 那我们把它写下来 那有什么还没做 还要留意的 我们写下来 然后呢 我过一阵子才看 还是啊 我们可以啊 一般就是有一个流程 就是人家啊 定时的时间去再查看 我们就可以利用到一个所说的checklist 第一条是做过什么来 我们做啦 已经做好了 没事 那已经做的做好 还是 做好就没什么一个finding 已经做好了 但啊 那我们就可以说的 还有一个cap2的 我们有问题还没做 not yet 啊 我们可以把这一种写下来 那到后面我们就可以看到 那里头还有8条cap1的 刚刚其实最多是9条吧 那现在那cap2呢 有一条是开的啊 有了要有91条还没review的 那所以呢做了之后我们可以 每一部每一个一台之期呢可以写啊 那这样子就等于我们对于某一台某一台呢 就可以有一个mapping 那做好之后呢就可以把它处起来 save checklist 那这个呢就方便我们使用 那以后呢可以重新啊 一年做一次的时候可以重查看 再做这个 有时候我们当然就是都说某一个 他说是cap2但是我来说是cap1的 我也可以啊 是这样子写 那这个呢就原来是8条 现在是9条 我们是指每一个系统对于某一个 一个规矩呢一个济南呢 自己有自己的评价啊 是这样好 那回来 那可以看到呢 我刚刚就是就要使用到这一种方法来做这个 下载之后就是第一次做 那也会定期呢去再查看 利用到checklist可以再查看再修复 好 那所以呢刚刚看得到就是这个版面 可以下载两边 一个就是文件 MySQL的一个SCIC文件 一个呢就是工具 那 我们看一下就是MySQL的一些保安的方法 我们很快去过一过 这个比较 你们家都比较关心 MySQL的一些保安的操作呢 密码很方便 可以就是测定一些你要指个数字呢 要指个大写小写呢 还有可以一个记点的字呢 还有重用的一些啊 就是之前打过的一些密码 你不想去使用呢 都可以在我们的MySQL的一些 一些参数里头呢可以使用 那对于一个我们 客户端跟MySQL的连线 也可当然可以加密呢 不应该打开 人家可以偷听 不应该的 所以呢这个默认一定使用 如果你还是用一些老的5.6呢 你就很多时候不太清楚 原来我是开放的 如果你现在不是8.0 默认已经是一个安全的一个部署 那还有一些呢 关心的地方 就是呢 我们的数据是写大盘里头一些目录 这些目录呢 就要特别关心是谁 什么超市场的用户呢 可以看得到 所以呢 所以说privileged 就在我们的文件 文档里头啊 这个是Security Guidelines的文档里头 也有写 所以呢 你可以参考 我们的Security Guidelines里头 那对于一个MySQL的 始动的时候 用什么一个操作用户呢 我们应该用来始动 还是利用MySQL 一般我们会说 应该开一个另外一个用户 不要用来启动MySQL 不然那危险风险太大了 因为MySQL有可能 可以利用到这个 超级的用户呢 去看得到其他的文件 这个是应该的 那还有就是要 所说的file privilege iosecure file privilege 的一个参数呢 一般都应该要改 另外呢 就是对于一些不是管理的用户呢 数据用户呢 我们应该拿掉一个 所说的super 还有process 不然这个超级了 还有我们应该从 它有必须的一些权限 才是给某一个用户 这个呢 在文件里头也有写 那另外一个我带出来 也跟大家分享 就是关于一个 所说的symbolic link 这个呢 很多时候是很方便 但是特别关心在 所说的一些安全 我也碰过一些 一些企业还是银行 他们跟我说 他不会也不允许 人家在这些数据的目录底下 创建一些所说的symbolic link 还有安装的软件 也不可以创建一些symbolic link 这个是他们的有一些方法 为什么 就是对他们来讲 symbolic link 就是等于把它拆开 没法子 去看得清楚 做一个保护 所以呢 这个也可以在MySQL里头 可以避免人家 用了symbolic link的方法 跳到另外一边 那还有我们create user的时候 很多时候也忘记 原来我们有一些机缘的控制 我们的max user connection 就是可以给我们的每一个用户 登录的之后 你最多是可以连补舞台 这种 还有呢 就是在一个时间点 一个小时里头 有一些参数可以说 你最多可以发多少个语句查询 也有在里头的create user的时候 或者是可以做一些 可以说保护吧 那另外呢 里头也会讲到一些 assess control 啊 time management 还有呢 就是对于一些插件 audit的插件 还有是cute里头 如果我们登录错误的时候 包括我密码打错 那去避免人家去 一直去攻击呢 一直去做一个测试你的密码呢 你怎么样可以实现一种插件 说明每一次打错密码啊 就是登录错误的时候 你加一个秒数啊 加5秒钟 加1分钟 那你看看 他打错 10次 如果每一次你加1分钟 10次的10分钟 再打 再加 是吧 那这个呢 就等于对一个所说的保护也是蛮安全 啊 另外呢 我们有一种叫Fips的一种支持 Fips是美国啊 对于我们的数据库放在哪里 放在超市中 他可以看 超市中是否 用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安装 那如果我们 在MySQL里头设计一个Fips Fips是什么 我们看一看 这种旋理也有啊 我们可以看一看啊 Fips的一种插 查看 原来 里头 可以看到啊 我们 看看哪一个是特别写Fips的 是不是这一个 那 你可以看到 这一种呢 我们MySQL有一个叫 SSL Fips Mode 所以在一个平台下面 它有了开动的Fips 超市中开动的Fips 我们MySQL就可以启动 那这个 Ans是等于什么 如果呢 我的MySQL 放在一个平台下面 操作 超市中没有开动一个Fips的一个保护 我们不会启动MySQL Server的 那这个呢 就是等于我要在一个安全的一个平台下面 才可以启动的一种方法 好 那还有一些企业版的功能 好 我们很快去过一下 那安全的部分呢 啊 那除了刚才提过的 我带几条啊 特别 我觉得呢 啊 关心点 可以看一看 第一 在8.0里头 我们新功能上面 是增加一个SHA2的密码啊 啊 一个写法的 这一种SHA2啊 就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一种写法 安全 之前是SHA1第一个 有人说 哎 SHA1以前的 呃 因为MySQL的一个用适表 人家拿到了之后可以查看 然后 呃 去把它破解 那之后呢 知道 那它有可能用敲直的一些啊 电脑啊 啊 什么几分钟 一年之内就可以查得看 出来你的密码 但是如果呢 SHA2呢 人家说 会好几十年 你都没有查得出来 所以呢 这个是安全比较好的一种方法 安全好呢 它的一个性能也是 有可能会花强一点时间 一些一些习记号呢 这样子 那所以呢 他也要使用到时候 说为什么 你会特别看得到 Caching SHA2 就是关系安全 还有性能的两边 我们都要做得好 那在8.0里头呢 我们就使用一个新的插件 默认 如果呢 你要想回头 看到这个5.7 还有5.6的一种 mycelative 你也可以啊 打开一些兼容的方法 好 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 所说的双密码 很多人都没有关注到 双密码的一个非常方便的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呢 去做改密码 一阵子要改一个密码 那数据库改密码之后 应用就没法连 应用没法连 我们好多时候呢 一个数据库 实际有很多应用要连的 不是一个 所以呢 有很多应用要改 我们的密码很多时候 会放在一些文件里头呢 配置文件 那这种方法 我改密码之后 我还要 我比如说一天两天 才可以把一台两台应用 三台应用去改 所以呢 我们想呢 做一个方法就是 同时 我改了密码之后 老的密码 跟新的密码 改了之后的密码呢 都同时可以使用 那这样的呢 就等于 我一直去改第一个应用的密码 新密码可以来啊 但是老的应用 用老密码 还是可以来 那这个同时间 过渡的时间两天 两天 我给两边都可以做 那过了两天 我的一个密码 在应用里头都改完了 我就可以把 之前的老密码呢 把它退掉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 我create user Auto user的时候 我可以改密码 但是保留 retain current password 那同时呢 过了两天 我的应用改好了 改好了 我就Auto user Discard old password 那这种方法 给我们一个方便 就是一个无逢的一些密码更改 对吧 还有呢 8.0 在我们的一个新版本里头 也实施了一个所说的随机密码 那这个呢 就是identified by random password 还有一个很好 人家说 现在都关心一些所说的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 不是单一个密码 两个三个密码 那这个呢也是可以使用的 三个密码 所以呢 当在我们的一个所说 我提供第一个密码是打的 第二个呢 指纹的 指纹的密码是通过PAM来做的 那我可以利用到 我create user 第一个密码是打的密码 第二个呢 就是PAM的密码 那这种在应用里头开发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提供 两个小号密码的这种方法来登录了 好 企业版的一种功能下面 刚刚其实也提过 我很快去过一下 那今天就 就是呢 等于我们可以做一个评估的方法 MEM 也可以做一个所说的保护处施 这个处施呢 就等于刚刚提过一些FiveWall Data Advested Encryption TDE 屏蔽的masking 这种 我们真的要查看的方法 审计吧 然后呢 真的要恢复数据 当时就备份 还有就是做一个HA的方法 那备份 刚刚提过 一边是备份出来答案 应该要加密 同时 我们有可能 我的数据库是利用到TDE的 TDE的之后 这个文件 其实是加密的 利用到一般的方法 其实你没法指 可以看得清楚 里头是空白 还是有数据 虽然利用到一个企业备份 就可以打通 原来已经加密的数据库 然后可以查看 然后抓一个有数的一个数据 然后再加密 放回到我们的备份档案里头 那防补库 登记好的一些白名单 然后也可以做录影 然后呢 就可以 我们登记好的Sycle语句给你过 有人攻击你呢 给我们挡住 这个呢 很好的做一个Sycle Injection 的一个Protection 刚刚提过 怎么样可以开放 这个Social Recording Protection 都是通过一些命令 一些命令 MySQL里头呢 我们安装好几个命令 在里头 那对于一个审计 我们可以开动之后很简单 人家做一次操作都会写到一些文件 文件里头 我们可以利用Jason的写法 也可以XML 那也可以通过其他一些工具来查看 另外刚刚也看得到可以加密 写出来的文件越来越大 我们也可以有一种参数 给我们可以看到过一阵子 一年还是怎么样的时间 我们就可以把它删掉 这个也是在功能里头可以做到的 刚刚提过的TDE 就是表空间可以加密 还有我们的一个unduidu 过路的binlog 还有一个所说的系统表 都可以做加密 有一些过路的double right button 还有audit 都可以做 做屏蔽呢 就是我们的一些数据表 人家去查看 怎么样可以做屏蔽的方法 就是我们可以利用到一些函数 做一个试图 这个createView 对应这个表 那preview就是简单 但是要实时查得 看出来一些实际号 还是要用一些好的方法 所以我们就提供一种 所说的屏蔽的一种功能 给我们可以有些时候是给一实际号 ID你不管 但是也不希望你可以查看到 人家真实的数据 有些就是关于一些比如说电话号码 还有信用卡的号码 有时候要给人家看到最后的四个字 这个也是屏蔽前面 但是也要给一部分的数据看得出来 这个也是提供 这种方法就是在我们的功能下面提供的 所以一边是一些自寸的一种屏蔽 一些就是有一些特别的电话号码 卡号码的一种方法 有时候是虽然说一些随机号论 但是我们想看的是一些固定的country code 国家我们不想看到ABCC 我们想看到其实不是它真正的一个country 但是从一个基点随机查 1234号出来 那这个也是一种方法来评蔽原来真实的数据 所以刚刚提过 就是STIG的一种部署的一些规则 101条 它会利用到我们的企业版功能来保护它的数据 包括一些Authentication LW的一种TDE的Encryption 还有Masking 还有防守墙Authentation 备份也是 所以在今天我们讲过的就是STIG 其他企业版还有一般的保护的一些功能 好 那刚刚Ryan也提过我们在OCI上面 如果你可以实现一些MySQL在我们云上 你也可以申请我们的一个三十天的美金三百块的一个所说的 Fee Credit 来使用OCI 那你也可以安装自己的MySQL 也可以使用MBS 也可以使用MV 好 今天我就讲到这里 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一些疑问问题 那我再解答一下 各位有没有问题想要问Ivan Mard 他今天这个STIG 对于很多的MySQL的用户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如果说你拿针来做生产 那你要考虑到你的安全性 那MySQL上有不少的安全功能 但是比较完整的可能在企业班 比较能够找到完整的安全功能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一个政府单位 或是你的公司里面的安全制定人 或是你的ODIT 上去有县程的你可以抄 就是我们的STIG 你可以直接到那个STIG网站去当了他的文件下来 然后当了他B1就直接看了 你就抄到大概可以做到 几乎密不透风的一个这样的程度 因为这是美国国安部的定义 所以你很难 可能很难找到比他更完整的这样 这样的一个定义 然后呢你可以直接去Maping到 有马来西亚各个功能去检视 那刚才IvoMate也介绍了一下 在马来西亚上面 一些相对应的安全功能 那有没有什么想要 想要问IvoMate的 或是没有讨论是 刚刚那个OCI的全名是什么 Oracle Infrastructure Oracle Cloud Infrastructure 是指Oracle的云 我就先把IvoMate 我就先帮你回答了 可以实用 这里有 就是在画面上面 到那个网址上面去 出到Rocal Lite看 sledge cloud slash free 你可以填一下你的 基本的资料 不过这地方有个地方 你需要去放你的信用卡号码 但是信用卡号码 它会只扣你一块钱 第一次 然后后面它会再退回你 而且确认那个号码是有效的 因為會有一種狀況就是 有人用滿了30天以後他會繼續用 繼續用他就會轉成一般的正式用戶 但你不會直接幫你轉 他會問你說你要不要升級 如果你不按的話 那就不會再去動你的錢 按的時候才會去扣你的錢 然後讓你變成一般的正式的用戶 OK 不按的話就是30天的資料都開掉了 沒有 他不會隨便開你知道 你不能再往上面改什麼東西 不能加東西 我想問一下 剛剛講STIG有關系統 然後那些practice是有分label嗎 嗯 也有三成的 那是 就是那些就是 嗯 不好意思 我想問一下 就是剛剛有提到那個 就是 STIG practice裡面那些label 那會 因為我不曉得說那些label 就是 應該要從1 2 3 哪一個等級開始做 我覺得哪一個是比較重要的 他的數字 跟那是序 你可以再重複一下嗎 是 因為你比較 你講的比較清楚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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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類 第一類 第一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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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 雙雙類嘛 自己 他先 其實 其實 一開頭 如果你看到 一開頭 其實他有9個 delay 其他101個 大部分 90多 都是 delay 的 第三個 沒有 明白嗎 大部分 只有9 他分類的就是 只有9個 是delay的 裡面 裡頭 大部分都是使用企業版的 是這樣子 那 譬如說 我看一看 有一些 當然是 不用的 有一些 譬如說 有一些密碼管理 他是 用什麼方法 這種 不一定要 不一定要 這個剛剛是PM就要了 但是有一些 是關於一般的密碼的 他是不要的 也有 明白理解嗎 密碼失去太多 實在太多了 密碼的一種方法 好吧 好 謝謝 好的 謝謝 謝謝 我們現在這個東西還沒有正式發行 那是現在是在Beta版的一個階段 但是鼓勵各位去測試 那這個也是Open Source 對他的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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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產品 等一下我會跟各位介紹 馬來西亞的Share for VSCode 這是針對 programmer 常會 如果說你今天 你是programmer 雖然你開發層次 但是開發層次 主要有地方存你的資料嗎 你的資料庫 如果是存在馬來西亞 我們直接可以透過 馬來西亞的Share for VSCode 直接做操作 直接做管理 還有有很多庫的功能 我可能會跟各位介紹一下 那 OK 我們休息五分鐘 等我把環境弄一下 除非 我們現在看見 這個 真的 海外 ぉ 城 可以 дело 就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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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 感谢观看 所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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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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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內容會不太一樣 你的進度或是做的事情會不一樣 你會兩個事情同時來做 那這是 Session Council 那這邊可能比較難看得到 如果說你比較大的工作正在跑的時候 那這上面你可以看到工作正在執行的進度 那我現在大概一時間比較難Capture到這個畫面 有機會讓各位看看 這個我現在剛才所做的demo到這邊已經走到一部分 那這個地方就是 OCI 的 Council 但如果說你今天有興趣 又跟我們的 OCI 你去試用也好 也沒有關係 在 OCI 上面有個觀念 就是它是分租戶 我們叫 Tenus 一個公司可能會租 OCI 的一個 就當成 OCI 的租戶 它會建一個帳號給你 然後當然你如果有主帳號 以下有紙帳號 紙帳號可能是其他的 通知你的其他通知 那 我這邊有連到那個 這個可能現在網路比較緊 所以它永遠連上去了 那我這邊是有個 Tenus 有個 Tenus 在這個地方 你可以去看到這個 Tenus 我叫 MySOS C Tenus 這個是它內部的 ID 就是那個 Tenus 我進去的時候 用哪個帳號進去的 然後 Tenus 是的 Tenus 是自己的那個 ID 這 OCI 它自己的會內部轉換成一個馬出來 然後是在哪個region 我們有好多region 全球目前大概將近四十個region 韓國有兩個 日本有兩個 台灣目前還沒有 不好意思 像我這次直接上韓國的春川 春川這個可能不是哈韓的人 大概不知道這個城市 哈韓的人知道 那個什麼 白色生死鏈還是什麼樣的 背景的城市是這個 它是一個小城市 然後你要登入的話 你必須要靠一個 certificate 這是我給它一個證書 然後呢 我會需要upload這個證書到 OCI 上面去 upload它的 應該是upload key 這是key 這是private key 然後我需要upload一個 public key到 OCI 上面去 然後它會產生一個 它叫finger 對 叫這個 產生一個fingerprint 你從 OCI 上面去找到這些資訊以後 然後放到這上面來 然後它就會幫你create一個entry 然後呢 你就可以透過這個東西 登入到 OCI 上面去 看它底下的 連接來的 這是我們按照 邏輯的方式來去一個 我們叫做tenancy sandbox 我們每個工程 都會有tenancy在這裡 然後通風掛在sandbox 就像我自己的 是在這裡底下的 Ivan do底下 你可以看到 它有database 我這邊有幾個database 比如說 Maisal Analyst Demo for Rome 2 等等 另外還有一些 還有一些compute incidents 有些compute incidents 我們叫basin basin的compute incidents basin就是 我們的compute incidents 有內網跟外網 那你要怎麼讓它看得到 但有一種方法就是 你做一個property的compute incidents 然後上面裝 像Maisal Router這樣的東西 讓它帶進去 那最簡單的方法是做basin 直接在那裡 你可以去create一個basin 接上我們這邊 我今天做一個按右鍵 就可以說我要create一個 connection with basin service 它就幫你做一個basin service 像我這邊加一個connection 上面是跑basin的 然後basin跑起來以後 你在這方就可以連上去 這方就可以 像我這個它上次 我做完basin以後 直接在這方 直接連到 直接這方去 asset我的basin server asset我的basin server 然後找SSR連到 那個divet 連到那個maisal的divet 那這個是讓我們 它的優勢比較能夠更方便更容易的使用到 當然還有其他 比如說 有些storage 有些storage 是 這裡可能還沒有掛object storage 可能會有些储存工具 object storage 都可以看到 所以基本上可以看到 我這邊是提供一個相當完整的環境 除了是一般的 馬來西亞share 的操作界面 這邊可以看到 另外我們在上面 還可以有更多的 操作環境上面 得到完整的支持 去做更多的事情 然後這個是session 大商跟貴 帶過一下 然後 接下來就是 如果說你進了sql界面 也就是進了deadways的navigator以後 在上面就可以做各種不同的操作 比如說 像我們前面的金額 是在哪裡 也沒關係 我再進去一次 Local 然後你的操作 它基本上是直接放在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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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布底下 包含它的結果 包含它的指令 然後你的指令 可以重複再敲 甚至你今天 可以說 比如說 而且這上面有 這上面還有一個 就是它有hink在這上面 比如說 us 後面 就可以 後面呢 你可以選擇再用哪些指令 把它帶出來 比如說 我先看一下 show database show database 我可以用 use air4db 然後 show tables 那 比如說 select 我找一個booking行 booking table 然後limit 三 那些三行出來 那我可以直接往上走 然後呢 直接去改它 我可以重複 可以往上找好幾個指令 或者你可以pursor移到前面 某個位置上去改 某個指令 所以 相對於 擺這個comment來說 這更方便使用 因為你可以重複去 利用原來的那些指令 重複再做各種不同的事情 這是一個 非常簡單 非常容易使用的一個介面 還有 這個是 console 我想console上面的命令 就跟一般的那個 操作是一樣的 但是底下可以放你的output出來 那這個output 但是不好你console 或者你自己本身的程式 命令是一樣 那進 seql notebook seql notebook 不光是可以下seql的領 你也可以轉換成javascript 還有一個是type script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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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pe script 是Microsoft 所提出的一個 Javascript的一個增強版 譬如說 進 進 js 我就進javascript 那或是 ts 我進tapscript 我進tapscript tapscript我覺得它現在還不是很完整 所以我今天看它的help裡面 看的東西不算多 它大概只有這幾個 print function runsql function runsql function runsql iterative function 這個tapscript上面的知識方式 目前還比較簡單一點 或者你建JS的時候 反而鞋片無萬號是help 或者你直接敲反鞋片help 這邊還是 我覺得它這個好像 照理說它應該是告訴你這個 照理說應該要告訴你這個 這還是風險 所以我覺得它這邊可能還有一些地方可以需要大家來講 照理說應該是告訴你 我在javascript 可以用的一些證明 比如說 DBA底下的 DBA底下的 可以選擇功能 DBA create DEPROR38 index DBA create cluster DBA.add instant 等等這些產品 這個是 如果說你今天 要直接很方便的 在DBA 在這個 DBA的這個 Noboo上面去做 除了sql mini以外的其他事情的話 還是我們有蠻大的一個 這個環境可以讓你做這樣的切換 然後現在就切換到sql mini上面去 那我們可以support port 它DEPROR是 像這個是可以調的 它有兩種合作 它可以support mylx 就是我前面說的 傑森文件的操作 你要操作的 不是sql mini 不是table 你要操作的是 傑森 document 你可以做mylx myl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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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單傳統的 白色Portocom 就是一般的sql mini 默認是 綠色是3306 但 你再建convention單 是可以改的 就這兩種Portocom 都可以support 然後 所以我們前面 我們可以看到 它像就是 就像一個 那個 endless 沒有結束的 大部分 在他們下資格 裡面不再融入 那你可以隨時回去 可以隨時回到前面 十幾二十個指令上面 來操作 但你按向上線 它也會出現前面的指令 然後 但你可以改 你可以自由回到前面 某個指令去改它的指令 然後重新再讓它指令一次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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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來西亞市也 可以跟 VSCode裡面其他的指令 來互相結合 比如說你在上面 一樣可以編一個 Python的一個程式 像我這邊就編一個 Python的程式 然後你一樣可以去執行它 你一樣可以執行它 像我這邊很簡單 連到一個Database 是我本地的Logo Home database 用CNN password 然後你去下一個select的命令進去 我先把零名拿掉 然後你可以直接去 你可以run 或者是你可以 直接從 從這邊來run它 你可以debugging 或是run without debugging 你去選擇 就是select select 從那個 word x city 這個 這個 War X 你要選擇 然後 然後就列出來 所以很簡單 那另外呢 那你可以換Session 然後進OCL就不仔細講了 還有單你可以改環境 像我們剛剛看到的那個直接進到 還是Share的那個齒輪符號 你可以進去 然後做一些Devo設定的改變 比如像我說DevoMono 不見得一定記得Sigle 像這是Devo設定的 可以改成JavaScript或其他的DevoMono 然後接下來 南色Share它可以 有一個地方可以講一下 南色Share for Visual Studio 你要裝以後 南色Share就在裡面 你一開始沒有當南色Share沒關係 Android就會在這裡 它的Devo位置就在Windows上面 會在你的User的路路底下 在.vscode 底下XH 南色Share for VS Code 就是它在Share BIM 底下 找到南色Share 一樣可以用 你可以直接到你的坦邊那裡 直接挑南色Share 就只要找到它 今天我傳統的南色Share的這個 這個Mode的底下 那這個是一般的ModeShare的操作 還有一個就是它可以 它可以什麼 你用Browser版本來使用ModeShare 怎麼說呢 當你 當你把一套命令加一套這個 這個命令是在 當你執行這個ModeShare的時候 告訴它SQ GUI Start Web 然後呢 告訴它Pull number是哪一個 比如說我現在是32320 執行起來以後 你可以在這底下看到 你可以進你的Browser 進你的Browser 這上面可能看不太清楚 比如說LogoHost的 32320 你可以看到這個畫面 然後你就需要Login的User 但是這個Login的User呢 你需要在ModeShare上去 所以它先建起來 這是 像我這邊加了兩個User 一個 看不太清楚 ITU ITU2 然後呢 我告訴它的 它的這個User 3 是Arbitrator 就是在那邊加一個 FuiSecret 然後這個 FuiAdAdUser 對應該是AdUser 上面這個 AdUser KreyUser FuiUser FuiUser Krey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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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名字叫什麼 密碼是什麼 它是每一個Level Entrater還是KreyUser KreyUser 如果你是EntraterUser的話 你打這個Browser的畫面 打這個3230的畫面 Login 3230的畫面 你就可以登錄 比如說 我加入IP3 IPU3 密碼進去 進去以後呢 你就可以看到 跟Masset學一樣的東西 Masset學一樣 你可以加一個 名字也連到在位置 但是呢 它是從Brother進來 所以你可以讓你的其他同事 來跟你講 共用你的 這個Masset學上面的 一個功能 好 那 基本上呢 今天很簡單的介紹 Masset學 VS Code 它的所有的功能 和它的 大商的一個 使用狀況 好 好 那 歡迎各位 有興趣在你的Masset學 在你Masset學上面 去裝一下 裝一下 然後呢 如果說有問題的話 去點這個Browser 然後呢 你可以直接在上面選到一個選項 好 我直接看一下 好啦 Fiberg report 那它會直接把你帶到我們 可以拉一個Base 或者是Rogging 好 我還要去做電池 在這 我們公司比較落色的地方 來 就把你Base 帶到BugDating上去 你的Tagrary就直接 買去 VS Code Fiberg 你很容易去Buy 你的BugDating 我們的 以前的Developer回應還蠻快的 我也曾經Bug了兩個Bug report 他當天就給我回應 不見得每一次都是新的Bug 或者也不見得每一次都能重現 但是最起碼是一個很好的 跟他們溝通的方式很管道 這個Bug report 他們都可以做完整的紀錄 但是也希望說 以後他這個真的出來的時候 看到你的名字在上面 供下很重要的Bug report OK 那今天就很開心 要跟各位介紹 我們最新的一個成員 Marcel Sheff of US Code 歡迎各位多多嘗試 多多試用 還有多多指教 你們有問題 剛才講到OCI那邊可以 破口被選進到DB 那如果不是OCI 我們一般的Marcel Sheff of US Code 可以這樣透過Bug report 如果說你是其他的雲的話 或其他的環境 可能還是要先讓他可以 從外面連到你的Bug report 我們會不會自所以 在OCI上面透過Bug report 是因為我們的OCI 它就沒有開放Hugory IT 不像ADA有開放Hugory IT 我們認為這樣比較安全的 可是我們一般的那個 一般的Marcel Sheff of US Code 它一定是在Bug report 它一定要透過Bug report 沒有 Bug report Bug report 只有在OCI上 只有OCI 所以是即時的幫你鑑嗎 就是你點它說 然後用它去幫你鑑 對 Bug report 在它的OCI底下 它可能用 譬如說一般的OCI底下Bug 然後你在提借一個飛驗的時候 它是否最不大Bug 提借這個飛驗 是的 就是說每個都可以 對 它是否那一個都可以 對 之所以會有飛驗社會 我主要認為說 我不需要讓別人用 密碼的方式連到我家裡 然後所有的資料 在網路上都可以看到 然後我一定要讓你做PASSXR 那我可以提供一個飛驗社會 來幫你處理 我剛剛有看到那個 店面在CREATE 新的那個PASSXR的時候 它應該還可以透過自己的PASSXR 因為它有一個PASSXR 那是怎麼 傳統SSR 你必須要有 它如果說 你是你自己的公司裡面的DASX 然後你要放在內網內 但是你要讓外網內 你可能在你的環境上面 要一個SSR Server 讓別人去 這樣子飛驅 相當於SSR 因為你已經建好 所以我如果這樣建好 它就可以你 我就不用這個來管 對對對 對 我覺得它好實用 因為基本上 很多滿足過的之外 它都會有很多 我可以 用這個飛驗社會 所以你要自己建一個SSR 對 好 呃 你知道什麼時候會有SABLE嗎 SABLE嗎 現在已經是 應該算是第三個 就是第三個 就是第三個 第四個 第四個 八點零零二八 二九 現在是三年 所以 我相信大概再過 大概再過兩三個版本 它一個計 應該是穩定到幾乎可以做 接一根 接一根 接二根 就真的發展那個 這樣一個地步 不一定啦 因為說在 軟體的開發 大型的軟體開發 也很難講 所以說在最後一個階段 它碰到一個 比較重要的 它可能要花了 比較多的時間去修復 不過 小問題會隨著 新的版本 推出來的時候 會不會不會 看到不見 那 我想問一下 那這個 蠻脫序的 它可以變 因為我在推廠那時候 我可以連到 5.7 5.6 5.7 好 如果沒有問題 那就 非常感謝 可以跟 超然之中 再做一次 謝謝各位 那 還是那一句話 如果說 各位有興趣 看一下 我們今天 一整天留下 的話 留意一下我們的臉書 留下 有興趣 有興趣 OK 謝謝各位 謝謝 OK 謝謝 如果有 就有沒有關 裡面都是規格 規格 規格 你可以 執行規格 你可以直接 Load進來 Load進來嗎 Hold到那個 規格 你可以用 Find 所以我可以把整個Folder Inco進來 要個別的Five 一個一個Low進來 我目前還沒有說 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好的 因為我已經放了一堆SEEGO FILE在我的TUSSER裡面 我想說如果可以直接在VS CODE裡面 直接買SEEGO SHARE 我可以直接幫他 因為他是很多SEEGO FILE的戶銷 你的需求是要整個Folder 統統載到本來的線 因為他是很多個腳本 然後有一支WROM 其他一個 對對對 那以外來說 他可能就直接指定主腳本就行了 他會直接 那個主腳本裡面會達到說 我今天下面會帶你帶你 我怕他認不到那些其他SEEGO FILE的位置 不過我倒沒有還沒試到這一步 喔 了解了解 如果說 我想照理說他應該會 去找你說指定的PASS 對 然後找你所指定的那些FI來執行 好 沒關係 我試一下 那另外一個是 我有時候蠻想說 Dumb Data的 Dumb Data 多ested G exchanges 不斷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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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